今天咱说到这里在兴头上 我给大伙说说这个关于转世投胎最精彩的篇章 转世投胎有这事本身就够神秘了 你要再加上说书人的这些人的渲染 那这种事就更神秘了 我给大伙说一个传统评书 这些老先生他们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故事是什么呢 说转世投胎 但是体现了说书人的能力 什么能力呢 咱们现在很多人听评书啊 到茶馆听过 你发现呢 这个评书艺人真有两孝子 这评书听扣吗 他哥扣给你扣住 你下次不来死心都有啊 但有一样啊 你说这部书我要说完了 你说这三国 我都说到乡村号三分归一统了 完事了 那我还怎么算扣啊 我没有了 我也不能蒙你啊 那第二天人就不来了吗 说书人能力就在这 他最后这一天说这书 他用一半的时间 把上一部书结完 然后呢 再开一部新书 开新书不就能双扣了吗 你不是再来了吗 所以一般是这方法 那可是这里头就有个问题了 我上部书说完了 我怎么开下部书 你以为中间上了一个 穿旗袍的女报幕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的评书是岳飞传 下面我们再说一部新的评书 表演者谁谁 你再上来 这叫什么能的 用报幕员 那本来挣的钱就少 还多一份挑配给他 这种事都是说书老先生自个儿干 所以就这部书跳到那部书 这过沟的过程 这可厉害了 你得让这个听的人不知不觉 很自然就过来了 一点不牵强 这就看老先生能来的 我今儿就给大伙说一个 老先生怎么完成这过沟过程 怎么能弄得你听了欲罢不能 如何是把大伙 耳术能详的一些事 他都给揉到转世头胎里头 这老先生上部书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纪公传 他准备新开书开岳飞传 你想纪公传到岳飞传 岳飞传属于袍材书 长枪袍袋 大马金刀 帝王将相 纪公传什么 是神魔术 你这俩说怎么能很自然过渡过来 你让您各位想着 您可能脑袋想破都想不出来 要说这老先生厉害 他怎么讲的呢 这个纪公 收尾的时候纪公传 是纪公收了金毛猴 把金毛猴送给观世音菩萨 当做起 然后呢 他到西天大雷寺 听自个师父 如来讲经 他是十八罗汉里的 降龙罗汉转世 那么说这金毛猴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也都听传统评书知道 说咱看九层妖塔 那电影里边 那种东西叫猴 长得又像狗 又像兽似的 你要到故宫参观 你知道 那个前后啊 武门那会和后边 那个神武门 北门那 都有划表 划表上面蹲那个兽 石头叼的 那东西叫猴 叫望天猴 看着天 前面那叫叛军归 后边那叫叛军出 因为神武门呢 挨着后边东六宫西六宫 皇上在那住 也别总在神宫里待着了 了解民间疾苦吧 所以这吼叫叛军出 你出去看看 威夫斯坊这 你等门口的呢 你皇上走这么长时间了 朝廷里事得你 做主啊 你赶紧回来吧 别像郑德帝 游江南 见李凤姐 就不回来 勒不思蜀 所以这个叫叛军归 这就那吼 吼是什么呢 僵尸变的 他怎么是僵尸变的呢 所以这道家讲啊 人死之后呢 这人身有什么 叫三魂七魄 人一死魂飞魄散 魂是什么呀 我能约束出自个儿 叫魂 我约束不出自个儿 叫魄 就这魂就好比 舒本华说那个 那那那超我 那魄呢 就是本我 本我是啥呀 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见财见色 心里起 这都叫是本我 就属于魄 那人死了呢 魂飞了 跑来 魄可没散 就是你原来 身体本能 那些恶的东西 还都在 这就叫僵尸 这僵尸呢 他有什么变化呢 身上血肉啊 都顺着筋 缩到骨头里头去 然后这筋上面长白毛 修五百年长白毛 修一千年长黑毛 修一千五百年长金毛 修成了 可问题是呢 这老天爷 得让他杜劫呀 一般这个僵尸 修到一千年 长黑毛的时候 是天雷劫 天打五雷轰 大多数僵尸 都给轰的 那真是魂飞魄散的 就没了 古往今来 只有一具僵尸 修到一千年 没被天雷轰死 修到一千五百年 浑身长金毛 就是我们说的 这金毛吼 浑身都是金毛 只有嗓子底下 这块啊 是一串白毛 这是他练门 浑身刀枪不入 几乎跟他打了 八个时辰 最后抓住他这个 白毛把他收服 送到西天 给观音菩萨 当作旗 所以观音作旗 是金毛吼 文书是 这个大狮子 朴贤是白相 你看这几个菩萨 你能看出来 那么费这么大劲 把他抓住 送给观音了 这济公 再听如来佛讲经 可回去晚了 这一到这大殿上啊 如来佛祖 赠宗 宝像庄严 赠讲经的 底下乌呀呀 什么都有 为啥 人也来听了 菩萨也听 居士也来听 神魔鬼怪也听 飞侵走兽也听 都想呢 蹭佛祖这经啊 长点能的 济公一看呢 没地方 坐着全满了 我在哪听呢 守大梁棚 往上一看呢 房梁上有地方 济公一看 好嘛去吧 电不灵药上房梁 他上可上去了 济公穿鞋 从来不提着 塌了去 那前头开气 后头落脚跟着 那是一双破血 一上去 这血往前一塌 啪 把房梁上 蹲着一个蝙蝠 也在那听惊 啪就给打下来了 这蝙蝠受到惊吓 就叫了两声 你知道这蝙蝠本来 就不招人待见 要不然咱能说新冠一开始 都蝙蝠给传染的 都把这事都摘蝙蝠身上 他不招人待见 下去之后 叫两声 惹恼了佛祖旁边的保安 说这佛祖有保安 那是你都来听经的 得有保安维持秩序 佛祖身边的保安是谁呢 金池大鹏鸟 我一说金池大鹏鸟 您可想起来了 西游记里头 狮托过三怪 那是狮子白象 加大鹏鸟 这大鹏鸟能耐可大了去了 大到什么程度呢 孙悟空干不过他 孙悟空一个根都十万八千里 接着大鹏鸟一扇翅膀 五万四千里 扇俩翅膀追上 孙悟空 而指孙悟空 你不要掺狂 你弄不够我 为啥 我是你家如来佛祖的舅舅 人说这伙子这会骂人 不是骂人 真事 接着大鹏鸟 如来佛真的管叫舅舅 为什么管叫舅舅呢 上古时候 凤凰神鸟 凤凰下俩蛋 扶出了姐弟俩 姐姐是孔雀 弟弟是大鹏鸟 这孔雀大了以后呢 四处觅食 飞过金顶山手 往下一看 正是如来佛祖 咱就说释迦蒙迪 所谓的靖范国的王子 乔达摩西达多 坐在那修行的 七七四十九天就要修成了 这天正是第四十六天 孔雀从这飞一看 看不清什么东西 以为是食物一张嘴 把佛祖吞肚子里头了 佛祖正在修炼这时候呢 也不敢动啊 就在这个孔雀的肚子里 待了三天 四十六天 待到四十九天 从哪出现 走别的地方 佛祖宏门先脏 得了吧 我破背而出 从孔雀的后背出来了 这才有孔雀开评 你知道吗 孔雀开评典故就这来 这时候佛祖身边说 他对你随无养育之人 你在人的肚里待三天 所以封孔雀为孔雀大明王 也叫佛母 您注意 佛教里头 设计孔雀 是叫佛母的 那么你既然是如来佛的母亲 那他弟弟不就你舅舅吗 孔雀是姐姐 金石大鹏鸟是弟弟 所以金石大鹏鸟就说 休要掺光 你家如来佛是我 我是他舅舅 他说我外甥 后来如来佛怎么收的大鹏鸟 你翻西游纪圆满油 如来佛见他之后 把脑子变成一团肉 大鹏鸟要吃这肉 一身爪 陷到里头把它收了 为啥 你是我长辈 是我舅舅 我跟我的头来收你 你不跌份 到了灵山 干嘛呢 给你安排当保安吧 如来佛讲经他看着 结果这大鹏鸟呢 能耐大 一看这蝙蝠叫两声 本来就讨厌你 你还敢破坏 讲经的秩序 一身爪 坏了 他这手重 也没情没重 劲儿没使好 把这蝙蝠给抓死了 如来佛一看 说这不行 你呀 杀虐太重 还没有达到 修行的这种慧根 你到南天门 转世投胎吧 经三十只轮回 回到灵山 这方能结成正果 就把这大鹏鸟撵到南天门 去投胎着 投是啥 不管 不知道 他气哄哄的奔南天门 去了 到南天门 见那坐上坐着 一看的是 二十八星宿里的赤火龙 胡子拉叉 坐上 你来干嘛呢 我也投胎 我在天上啊 尸首打碎 琉璃斩 把玉皇大帝 那个杯子 我给碰到地上碎了 就这么就让我去投胎去 你说我冤不冤 这么点小错误 我得下去轮回去 大鹏鸟说 可不是吗 我就把个讨厌的 传播新冠的 边上服给弄死了 也让我下去投胎 这哥俩暂时就抱怨几句 行了 这么着吧 这都是命啊 赶紧转世吧 俩人哭动哭动 跳下去 这大鹏鸟呢 转世飘飘飘飘 可就落在河南了 正在这时候 黄河水泛滥 有个老王八 在水里兴风作浪 淹死很多百姓 大鹏鸟一看你 这老王八 我得弄死你 一身转 把这老王八给掐死了 这老王八谁呢 姓秦明慧 大奸臣秦慧 说这大鹏鸟 不是老王八弄死 这大鹏鸟谁呢 您就知道了吧 脱生到河南汤银县 姓岳明飞 自鹏举 岳飞 大鹏鸟吗 岳飞岳鹏举 所以他把这老王八 秦慧杀了 俩人算做了仇了 那天上那蝙蝠 不也死了吗 转世投胎谁呢 是秦慧的老婆王氏 你在上辈把我弄死 我得报复你 所以秦慧王氏 俩人东窗这叽叽咕咕咕 才有风波亭斩杀岳飞 这上辈的仇 转世投胎到这 那么天上的赤火龙 转世投胎到哪呢 投胎到三川六国 九沟一十八寨 一百丹八邦 兵马大元帅 金屋猪 赤火龙转世 所以青龙山 白口的镇 八百破十万 岳飞金屋猪 俩人一朝向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呢 我也好像见过你 是啊 俩人在天上 南天门 投胎之前 有一面之交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 又有典故 又有传说 又有人情疲强 能不好听吗 肯定好听啊 所以这老先生 这通编排 您听着就疏忽 这是我们听到 关于转世投胎里头 可能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 他把我们对于善恶 尊卑这些事 都揉到里头 所以就说我们现在中国人 理解这转世投胎 下辈子 灵魂这些事啊 我们不妨从道德层面 情操层面去理解 人都希望过好日子 都希望看到好人有好报 都希望看到坏人被生之以法 没几个人希望 说希特勒斯大林普京 转世之后还有这么大权力 那你不倒了没了吗 所以这里头 他有人心善恶 有是非标准 还是人间正道是苍苍 所以劝各位啊 你要如果对这个多少啊 有点信仰的话 生活当中多行好事 少干坏事 别自己缺德 也连累家人 祸以子孙 这还是那句老话 莫为暗处无人知 举头三尺 有神明